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样的警告 摩根士丹利表示 美股或将迎来大回调 时仓集中在科技股将遭受更大冲击 01新一轮科技股大跌周一 除了英特尔以外的科技明星股普跌 这一抛售朝由上周三美股盘后 全球最大社交平台Facebook公布财报引发 当时公司发布了意外逊于预期的今年余下时间营收和盈利指引 除了Facebook以外 最近三个交易日 推特类跌约29.1% 奈飞类跌约7.7% 特斯拉类跌于6.0% 微软类跌于4.9% 亚马逊类跌于4.5% 谷歌母公司Alphabet类跌3.6% 英伟达类跌约3.1% 苹果类跌于2.6% 从上周四起 那只在三个交易 日内类跌3.86% 创三月以来最大三日跌幅 当时的三日跌幅为5.12% 投黑马车 VC专注于文创领域的众筹平台亚马逊 谷歌 微软 Facebook 和奈飞等美股前十科技股 市值周一共蒸发了800亿美元 科技股居多的纳斯达克100指数有4分之三个股下跌 NYCFAMG加指数跌入技术为盘整区间 02美股将迎来2月以来最猛烈一波调整 摩根什丹利首席美股策 律师Michael Wilson警告趁 美股抛售朝刚刚开始 正在迎来2月深跌以来的最大盘整幅度 他认为 上周五释放了市场已经疲力尽的信号 当亚马逊二季报出炉 美国二季度 GDP如预期般非常强劲之后 投资者面临的问题是 下一个兴奋点是什么 华尔街建文曾提到 摩根什丹利7月初在华尔街投行中 率先将科技股评级从中性调至减持 Wilson最新研报称 当时这一路径受到了大部分客户的质疑 但自从6月18日上调了公用事业板块评级以来 防御型板块已经大比例跑赢了大盘 他认为 月初延报虽然没月计到财报不佳 但建议和几何成长股的风险比市场预期要大 就算是很好的财报 尚且 会引发市场失望的定价行动 任何指标逊于预期自然 会被更严厉的惩罚 上周奈飞和Facebook等重点科技明星股财报不佳 证明其预判是正确的 Wilson指出 过去几周市场发送了一些有误导性质的信号 上周四之前相对限制了科技明星股财报不佳 带来的负面冲击 特别是上周三美欧谈判展现利好信号 给了市场虚假的安全感 令主要股指在当日最后半小时交易 终一度冲破了关键阻力位 但上周五一切都改变了 抛售已经缓慢开始 股市下行风险正在稳定积累 将令今年以来最大的领涨板块A来跌幅最深 继而引发的投资者从科技成长股中风雍退出 也会对聚焦在科技 可选消费品和小盘股的投资组合更大打击 成长股将面临快速而残酷的修正 也村政券也在上周五表示 过去十年最重要的交易 成长科技动能股现在开始反转了 金融博客ZeroX观察发现 周一的价值股跑赢了成长股1.8个百分点 应该是个长期趋势的开始 上图来自金融博客ZeroX彭博社援引券商Bretagne的研报称 一方面是过去近十年科技股动能超好 令市场胃口越来越大 财报持平与预期都会觉得不满足 同时 所有资产类别的相关性正在上升 随着财报季结束 投资者会对全球外部威胁给予更多关注 提高了引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 金融博客ZeroX指出 特朗普就任总统以来 一直标榜本届美国政府对经济和金融市场的推动能力 一个有趣的问题是 特朗普有多大的忍耐度看到股市下跌 他如果再一次攻击美联储 要求美联储 为了救市 而停止加息 甚至是停止缩表 都将再度引发市场撼动 03 美银美林 最执着仅是科技股交易拥挤 在这一轮科技股大跌之前 美银美林可以算是最执着 竟是科技股交易拥挤的投行之一 早在今年初 美银美林就表示 按照历史经验 应该在一年之初警惕那些最拥挤的交易 从09 年开始追踪的数据表明 在每年第一个月 前十大最被超配的股票表现都落后于前十大最被低配的股票 至于最拥挤的交易 在美股市场上 美银美林认为科技股当之无愧 过去一年 整个基金界都买进了科技股 到了5月 美银美林首席投资策略师Naken Lartnett表示 美股市场最拥挤的交易 还是做多科技股 美国的FAANG Facebook 苹果 亚马逊 奈飞和谷歌和中国的BAT 做多FAANG加BAT的策略 已经连续四个月排在美银美林这项调查的第一位 本月中旬 美银美林又一次喊狼来了 其7月的机构投者调查显示 做多中美科技巨头的FAANG加BAT 依然是市场上最为拥挤的交易 这一拥挤程度仅次于2015年做多美元的交易 和这种情况对应的是 FAANG几乎也成为美股上涨唯一的动力 同样是在本月中旬 美银美林在另一报告中称 今年上半年 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2.65% 但是如果将FAANG5巨头剔除 那么标普500指数上半年的表现 则为下跌0.73% 在FAANG的带动下 上半年科技股对标普500指数 涨幅的贡献率高达98%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也并不是所有知名投行 都认为科技股的交易很拥挤 高盛分析师Dowie BigCosting在上周五的报告中称 监管文件显示 在今年一季度 投黑马车 VC专注于文创领域的众筹平台对冲基金和公募基金已经削减科技股持仓 当前仓位水平已经低于过去两年的平均 他写道 总体持仓情况在最近数月已经显著下降 减轻了我们对拥挤的担忧 前仓位减学人 down向后 说得来的 减轻的担忧 犯者总体持续挤的担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